王靖今天受邀担任杂志封面人物 并在专访中挑战快文快答 看似不经意的回答 就流露出他有趣的一面 被问到睡前会做什么事 王靖透露自己会传讯息给另一半 跟对方说晚安我要睡了 但其实他会继续滑手机 滑到睡着为止 甚至透露起床前会抓30分钟 躺在床上滑手机 可以说是手机的重度使用患者 接着他又自爆自己有生一种病 常常家里会出现一些 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拥有的包裹 后来他仔细去看了一下 自己网拍的购买记录 才发现原来是他在半梦半醒之间 不小心买了那些根本用不到的废东西 他透露自己之前买了一个折叠浴缸 结果尺寸大到连厕所的门都挤不进去 6000元就这样没了 实在是有点可爱的睡前购物狂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kung者—ception